景贤哥哥的好意 卑职心领了 冬瓜 我想和你谈谈 其实我觉得我们这次见面 并不是 我要跟你谈的话 我其实也不知道我要谈什么 我只是想把你从头到尾 再好好看一遍 好 那就好好看我 说得好 突然心动了 很奇怪 我觉得景贤哥哥 虽然他是很温婉 很知数答理 很聪明 但他也是个人 他也有爱的时候恨的时候 无论你多恨这个人 你以前有多么深的误会 你只要还爱着这个人 你的眼睛是藏不住的 他可能会为了这个人 打破规矩 打破一切成见 来 来了 来了 等会我小岁不跑回去 一片空白 这个真的太有意思 两个人演一场戏 太残酷了 他在看出也有压力的 打开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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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二 一 开始 谁 隔个万夫金啊 张东官 你为何要这样 我大可会向宗人府解释 哦 这个景仙不一样 他带来的信息 跟他带来的信息完全不一样 我们等着看看周露拉的表演 看看他跟上一边有没有不同 在我理解里 我觉得这么汹涌情况之下 他得有一到两秒时间 过一下再平静的那种感觉 冬瓜 我想和你谈谈 景仙哥哥 主子和奴才尊备有别 你看拉哥这场也不一样 拉哥这场也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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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哥有爱了 停顿的时间都不一样 锁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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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时辰我就要会皇上 准备御膳 卑职不敢耽误 好 接了拉哥 对不起 对不起 脑子突然一片空白 一片空白 对不起 放松 你看他们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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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开始发疼了 是吗 没看见 就相当于是在戏之外的拥抱 对对对 你看到了吗 这个非常好 他俩熟 我觉得他们俩的情感 会比你这个情感要深 我感受一下 我也感受一下 当时他演完下来的时候 我看他整个那个脑袋上面 全部都是汗 我当时就想 他肯定挺累的 而且就这么一段戏 反反复复演了十几二十遍 他的这个预设肯定会更多了 所以这种时候 我只能让他放松下来 就是之前的全忘掉 全部都不要去想 感受到多少就是多少吧 下一个那个剧目叫《车战》 演出的演员是 蜡母羊子跟周露拉 然后这个故事讲的是 英国留学的才子云赫 他遇到了才女小曼 他们俩发展出一段 还没有说出口的情愫 今天呢 开始发生了一些变故 请看 好 好 好 岳鹤 你来了 火车马上就进站了 今天去剑桥看画展 听说有很多名人都在 对不起 我去不了了 云霞回来了 云霞 是你的亲 对不起 那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只是普通朋友 如果他来了 我们三个就一起玩 糟了 我父亲好像还找我有事 我就先回去了 改天请你和云霞喝咖啡 小曼 我们是朋友吗 惊奇就是朋友 那还有什么 小曼 我看到你第一眼 我的目光就没有办法 再离开你 我就像沉寂在大海上的人 突然看到船上的灯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活救 但那是我唯一的救赎 但那是我唯一的救赎 其实你身边 已经有一条船了 虽然天黑你没看见 但至少被我这搜紧 不 那不是我的船 那是一段枯木 如果你的船不开向我 我就游向你 如果没有力气 我就沉下去 因为死不可怕 可怕的是看到你 却无法靠近你 给我点时间 我会去跟她说 我的父亲 曾经背叛过我的母亲 所以我有一段非常痛苦的童年 所以我发誓 但是 以后绝不会做一个 伤害别的女人的人 永和 你知道吗 每当世界悄无声息的时候 我都会感觉你在我耳边低语 这常常让我忘记 我只不过是个肉眼犯胎 总是想着人世间 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无形之地 心意相通 富富何穷 这样一段美好的友谊 我们就不要去破坏她了 不会的 怎么不会 云霞你爱过她 所以你们会在一起 现在不爱了就要分开 你怎么保证会永远爱我的 好了 回去吧 想想 她的好 想想你们的曾经 一切都会回到原点的 至于我 你心中有我 我心中有你 这样好的友情 岂比不上朝朝暮暮 小曼 火车来了 我先走了 如果碰得好看的话 我会拍给你的啊 再见